文佛音 见佛法 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,自己是能感知到的。当老人和你说一些感觉时,千万要注意。我们先来听一位佛友分享的亲身经历。许多年前,爷爷去世时我还未出生,对于爷爷的印象也只能通过父母的讲述才能大概勾勒出来。 爷爷去世前几天,吃的东西越来越少,但他却越来越开心,家里人每天总能看到他笑呵呵的,因此也没有太关注。 毕竟那时的爷爷因为长期抽汗烟而不幸得了肺癌,全身都疼,每天都是煎熬。爷爷很爱干净,可能他也知道自己大线快到了,去世前几天就让家里人给他洗澡。 然而那是冬天,家里人并没有注意到爷爷最近的变化,并没有给他洗澡。 渐渐地,爷爷开始说一些胡话,一会儿叫奶奶的小名,有时会一个人自言自语,或是傻笑。 然而这时候,家里人仍然没有多在意,认为爷爷老了,有点儿老年痴呆,直到有天晚上,爷爷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房顶,嘴里叙叙叨叨地说着听不懂的语言。 并且抬起手,向着房顶挥手。 那晚,院子里爷爷养了十几年的老狗一直在叫,爷爷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就睡着了,但第二天就再也没醒。 爷爷去世得很突然,那时他才五十多岁,家里人都认为他至少能活到六十岁的,所以一些反常的事情并没有引得我们的注意。 其实,老年人去世前有很多真相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。 一,说胡话,自言自语。 有些即将去世的老人会说糊涂话。 习一上讲是因为心脏动力不足,大脑供血不足,刺激大脑皮层一些记忆区域,从而释放出一些过去的老的记忆。 中医将这种情况称为失神,至于人体脏腑,精气衰竭,神气涣散,是人将死之相。 二,精神状态突然好转。 有的老人在去世前几天,食欲会突然变好,爱吃东西,面色变好,言语不休。 这种状态往往会让家里人产生老人身体变好的假象,从而忽视这种变化。 殊不知,这其实是回光返照,也就是中医上讲是假神的表现,是临终前的预兆,并非家兆。 三,手脚冰凉。 因为血液循环的比较慢,所以大部分老人的身体都比正常人凉,而且很怕冷。 首先,脚板开始冰凉,再到大腿,肚子,甚至到心脏部为冰凉,人就死亡了。 有的老人凉到肚子就死了,有的到大腿就已经死了,有的凉到心脏才死。 同时,手也会持点从手指开始向心脏凉进来。 另外,对于肺不好的人来说,基本上是一口气上不来就去了。 如大小便后就死亡,胃不好会吃不下饭,脑不好的人可能神经只会失灵,造成脑死亡。 植物人会吃不下饭,心脏不好的人还可能导致血栓,或者血管破裂而死,或者神经压迫中风症状。 总之,哪个器官最先损坏,就出现哪个器官死亡的征兆。 其他的外在表现还有,一,喝气喝到手掌心,感到吐出来的这个气都是凉的。 喝一口气吐到手掌心,我们一般喝出来的气一定是热的,这时感到的是凉的。 二,在别人眼睛的瞳孔里面看不到自己的影子,一般这个是看得到的,随便哪个都是看得到的,但是临死的人是看不到的。 三,四大衰减,四肢剧烈的疼痛。 四,大便变成白色。 五,牙齿变得很干燥,变黑了。 六,耳朵枯萎了,失去了光泽。 所以我们前面说耳朵也很重要,一看这个耳朵,突然一下子没有光泽,枯萎了,也就差不多了。 七,鼻子它变歪斜了,鼻子都歪了。 八,大白天的时候其他人看不到,自己就大白天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。 九,看太阳的时候觉得它不刺眼,当然是正午的太阳了,不是说早上出生的。 正午的太阳看起来的时候,人家看起来很刺眼,不敢看,他却可以静静地看着,不刺眼。 十,小便变酸,有很大的酸气,酸味。 十一,在太阳底下也好,在月亮底下也好,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了,没有影子了。 十二,额头上的蚊会肿胀起来。 十三,丹田会出现一个比较红的疙瘩。 十四,两个脚心脚底的涌泉穴和两个硬膛,好像针刺那样疼痛。 十五,情绪反复无常,无缘无故波动得很厉害,不受自己控制。 内在呢,内在就看呼吸,看呼吸也知道,如果左鼻孔它呼吸的量比右鼻孔要多, 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寿命还是很长。 如果右鼻孔呼吸很多,左鼻孔没有什么呼吸,量比较少的话,这个人寿命也就比较短了。 所以佛主张佛弟子要右侧吉祥卧也是有原因的。 你右侧吉祥卧呢,这个左鼻孔呼吸的量就会多一些, 但是女众可以反过来,因为生理结构不相同。 但是如果你习惯于右侧吉祥卧也是没有问题的。 最后,小编再来分享一下应光大师开示的临终前必须做好的三件事, 因为只有做到这三件事,才能帮助你的家人或是自己顺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三件事分别是, 一,善巧开导安慰,使老人树立正信。 二,大家换班念佛,以助成胎的敬念。 三,切记搬动啼哭,以免勿事。 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一条, 善巧开导安慰,使临终人生起正信。 首先,我们要恳切地去劝导老人放下身外的一切, 要一心念佛。 如果有应该交代的事情,立即交代清楚。 交代完了,就不要再去理会这些俗事, 这些只能妨害往生极乐, 再度牵引轮回受报。 此时的临终人心里要想, 我现在就要跟随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了, 世间所有富贵、快乐、 乃至今生有缘成为六亲眷属的这些人, 种种尘世间的事情, 都是自己往生极乐的障碍, 牵挂这些会造成极大的阻碍。 因此, 不应该生一丝毫留恋的心, 要知道自己的一念真性本没有死, 所说的死只不过是舍弃这个败坏了的躯壳, 又去投生另一个新的躯壳罢了。 如果不念佛, 就会随着善恶业力再去投生到善恶道当中。 如果在临命中的时候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, 以这份至诚念佛的心, 必定感应到阿弥陀佛大发慈悲, 亲自垂手来接引,使其往生。 我们再来看这第二条, 大家换班念佛以铸成老人的敬念, 前面已经开导老人, 让他生起正确的信心。 如果老人心力衰弱, 别说是平常不念佛的人, 不容易连续长时间的念佛, 即使是经常以念佛为事的人, 到这个时候也要全靠他人助念才能得力。 因此, 家里的亲属们都应该发孝顺慈悲心, 为了帮助他而来念佛。 如果病情还没有到最后的阶段, 大家就要分班助念, 可以分三班, 每班规定人数, 头班出生念, 二三班心理默念。 如果临时有小事的人, 可以在默念的时候去办, 当轮到自己换班助念时, 就不要离开了。 二班念完, 三班接着念, 依次轮换, 这样每班念一个小时, 歇两个小时, 即使经过一天一夜, 也不是很辛苦。 要知道, 能为人助念, 自己将来也会得到别人助念的果报, 不用说为父母尽孝应该这样, 就是为一般人助念, 也是在培植自己的福田, 增长自己的善根, 实在是自立的好方法, 而不是只为别人。 能成就一个人往生净土, 就是成就一个众生做佛, 这种功德不可思议。 最后一条, 切记搬动啼哭, 以免误事。 这句的意思是, 当老人要临终的时候, 正是凡、圣、人、鬼、 分路的紧要关头, 这时只能用佛号去开导他的神识归向极乐, 千万不能给他洗澡、 换衣服, 或者移动他躺卧之处, 任凭他怎样坐卧, 只能顺着他的姿势, 稍微移动一下都不可以, 也不能对他表露悲伤的表情。 更不能哭泣, 因为这个时候, 身体已经不能自主了, 一动他就会使他的身体、 手、足都会受到弯折、 拧断、裂开的疼痛。 一疼痛就会生起嗔恨心, 导致念佛停息, 神识随嗔恨心去, 多半堕落到毒蛇猛兽一类, 可怕到了极处。 如果临终人看见悲痛哭泣, 就会生起情爱之心, 致使念佛停止, 神识随着情爱心去, 造成生生世世无法解脱, 这时候最有意的, 莫过于一心念佛, 最有害的, 莫过于轻率地搬动身体, 移动病态, 哀嚎哭泣, 使他产生憎恨心或情爱心, 这样还想往生西方, 连万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了。 好了, 今天的影片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, 最后小编还是想说, 生老病死是一定的, 活着却有太多的不定数, 所以作为儿女, 在老人生前要好好尽孝, 别在老人去世后才后悔, 这才是最好的方式。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